大家好,今天我们就多年生花卉过冬保温的问题说说我的理解 最近看到有一些朋友用非常厚的塑料薄膜把花卉包起来 或者用厚厚的硬纸壳把花卉包起来上头再造一个塑料袋 以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过分保护了 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去到花圃 想要买一些东西回来保护花园里多年生的那些花卉 我们最经常看到的是这种像麻布一样的东西 这个它的质地非常的稀疏 照我看来根本就完全没有保暖的效果 还有一种就是这样的 上次我给大家介绍过 我种牡丹的时候用的是这个 这个的质地看起来比刚才那个麻袋片会厚实一点 但是如果要靠这个保暖就好像我们自己体会一下 穿一件这样的衣服能保暖吗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为什么所有专业的花卉店花圃卖的都是这种呢 他们肯定有专业的人员经过多年的研究 认为这个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所以才会延续了这么多年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 其实在我们这些寒冷地方多年生的花卉 他们自己有抗寒能力 所有为了保护起来的 只是希望他们不要被风吹干了他们的花芽 一般来说多年生的植物需要经过春化第二年才能开花 那么什么是叫春化呢 一般就是指植物必须经历一段时间的持续低温 才能由营养生长阶段转入生殖阶段的一种生长现象 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春化作用 也就是说多年生的花卉特别指的是室外的 它需要一段持续时间的低温才能够孕育花芽 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花芽还是比较焦嫩的 如果被寒风吹得太久很容易就受伤了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一下 否则的话第二年很可能就不开花或者开非常少量的花了 看一下我的牡丹 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新芽出来了 如果我们不帮助它保护一下 这些芽明年可能就发不出来 或者在冬天被风吹干了 也就牺牲了 我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株牡丹我在11月底把它盖起来的 经过了两场大雪 现在看上去还是挺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一定会问 我把它保护起来 是不是能保证明年百分之百它就活了呢 它就会开花了呢 这个也未必 因为取决于它成活和开花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在这期间也可能经历其他的意外 也可能它就是累了想歇一年明年不开花 所以说养花真是不能着急 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 我们给花提供所有的条件 至于能不能开花真的还是要看缘分了 上次有朋友问我 这株藤本月季 我的顶部没有包 那么明年春天会不会冻死呢 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不会冻死 在底下包上的这一部分是需要重点保护的根部 以及最重要的一些枝条 从这些枝条上明年会发出新的来 至于上面我们也只能随缘了 当然如果你想把顶上都绑上也不是不可以 还是那句话有时候保护的太厉害了 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比如说没有经过足够的寒冷 它春化的不够不一定会开花 也可能今年冬天比较暖和 你把它全包起来了 到了明年病虫害就比较容易泛滥 对于大部分耐寒的花卉来说 冬天我要做的只是帮它们适当的修剪一下 然后在根部堆上肥料帮助它们保温 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冻死的枝条 我们再适当的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 非常简单 该保护的需要保护 但是一定不要过分的保护它们 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从小长到大 需要经历一定的风雨 然后才能健康茁壮的成长 那么是不是有朋友已经用厚厚的塑料布 或者硬纸板 或者其他的东西 把它们保护起来就一定不行呢 也未必 你自己可以实验一下 我说的只是我的经验而已 好了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